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液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各位双子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呢 会有十二星座的最新消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OK 首先呢 我个人会感觉 最近呢 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 不知道是不是 特别喜欢 一些童腕的东西 就比如说 因为我看到的很像是 我们小时候 这样会不会卸了我的年纪 就是我们小时候呢 会用那个橡皮圈套来套去 然后会变成一个跳绳 OK 或者是呢 像那个 我突然忘了那个叫什么 叫做玉剑吗 就是比如说 像日本人他们很常玩 就是一个T字形的 上面有一个球球 会这样子 就是我忘记 如果我说错的话 请原谅我 我有点忘记 那个是不是叫玉剑 还是什么 我忘记它正确的名称 I'm so sorry OK 好 就是呢 我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这样 OK 我主要是想形容告诉你 就是我会感觉某部分的双子座品们最近呢 特别喜欢跟同玩有关的东西 OK 可能这个呢 会让你回忆到小时候很开心的这个时光啦 或者是最近呢 你刚好去有机会去吃到小时候 我们常常吃的那种零食啊 或者是 比如说这些玩具啊 我觉得都会让你重新找回那种 对人生的那种很单纯的美好 所以我会建议你 最近呢 如果有去一些老街啦 刚好有一些机会啦 或者是最近刚好你有去参加一些活动啦 有看到这些很可爱的小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好好的回味一下 好吧 OK 第二个要给双子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个三周双子座的朋友们 特别适合深蓝色 可是呢 它是有一点点像是 这个 我要怎么说呢 不是那种正深蓝 是有点像是 加一点点绿色在里面 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牌卡 就是 我看一下我的牌卡 有没有什么颜色是类似这样子的 嗯 就是呢 它不是那种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 这种正蓝很深的这种颜色 它是有一点点像 完了我这边没有这个颜色 我也没办法给你看 就类似像这样子的颜色 可是再多一点蓝 少一点绿 我这样讲 到底有没有人听懂 OK 反正anyway 就是深蓝色加上一点绿 但是是 有点像是消光的那种颜色 我尽我所能形容给你们看 我看到那个颜色了 OK 请大家原谅我 可能实不达意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颜色 我觉得最近你特别会受这种颜色吸引 OK 不管是在服装 视频 配件 水晶 通通都可以 好吧 OK 你可以把青金石的颜色 这种青金石的颜色 稍微再带一点点深 一点点的蓝 然后一点点绿 我觉得就是我要形容那个颜色了 好吗 对不起 我可能表达不是很好 但是我希望能够把讯息带到给你 OK 好 那第三个部分 我个人会感觉 所有的朋友们 在这两到三中 你们家要特别注意 有关于空调冷气的东西 比如说中央空调坏 或者冷气筋可能漏水 或者因为可能是箱形冷气漏水 或者是你们家的冷气筋可能故障 或者是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 那个空气不是会有那个滤网 那个东西 你可能也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因为有可能 比如说假设你没有轻滤网造成很耗电 或者是这个引擎 就是可能有损坏 所以最近在这个空调空气 这个部分要多多注意 车上的空调也算 好吧 OK 好 那以上 这个就是要给松子做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 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能量场 我刚刚是讲开场讯息 现在是要进入你的这个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的 这个主要能量场 OK 好 首先 在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judgment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权杖三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松子做的朋友们 好吗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看见你的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好吗 请稍后 好 ok 不好意思我花比较久的时间 因为这幅牌卡它本身的这个能量场就是 比较 我要怎么形容呢 就比较 比较会去琢磨一些细节 好吧 ok 所以我花比较久的时间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细节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跟你说 你可能不太懂 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感受跟理解 好 来 这张牌卡是你的judgment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说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说你所有的朋友们 抽到这个是保健5 抽到这个是 全场国王 然后还有抽到这个是恋人牌卡 ok 这三张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过去曾经跟你交所的一个相关众号人数 我个人会感觉 你对他是蛮好的 就是当然这个角色可以互换 可是他对你蛮好的 ok 我个人会感觉你对这个人是蛮好的 然后呢 但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我就讲直白一点 他不是应该 他不是一个你应该要对他好的人 ok 或者是他有一些东西跟你是 你不应该这样帮他 我多形容一些状况 因为这个能量场很多 很多不同太别的这个双子柱都在里面 就是这个人可能不值得你对他们好 或者是这个忙你不应该要帮他 或者这件事情 你不应该出手去协助他 因为这可能是他分内要做的事情 ok 但是你可能就觉得说 哎呀同事一场没关系帮帮他啦 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就是有一个跟你交所相关的状况人数 这件事情可能是原本你不应该插手的 或者是插手了之后呢 这个人呢 呃 他并没有 呃 值得你去这么做 因为我感觉 在跟你交所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觉得这个人 你做越多 他要求越多 然后呢 他就有点得寸进尺 我会这样子讲 有一点得寸进尺 或者是不知感恩 当然我是讲的比较直白 比较狠一点点 不过呢 我会觉得说 就有点像说 你在帮你同事做这个案子 ok 你帮他做之后呢 第一他没有感激你 第二说 那不能你帮我把那一份也做了吧 你觉得这小伙子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呢 可能因为很善良 甚至我觉得 你旁边其实是有人要阻挡你的 因为这个天使在上面 好像就是在提醒你 哎 不要再帮那个同事的啦 他每次都叫你做 你就加班 那么辛苦 那么累 然后他又不感谢你 然后功劳都被他拿走 升迁的也是他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 你在这边抽到一个保健五 我个人会感觉呢 嗯 很有趣的是 我觉得这次能量场 可能是给小众的双子做配嘛 我觉得呢 你会觉得 对事实上面来说 这个跟你交手相关中国人数 你可能觉得不值得 或者是你可能觉得被背叛的 哎呀 我这样对你啊 小明 你怎么没有跟主管讲一些我的好话 或者是你怎么没有说 我有帮你完成这份报告啊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的 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的人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呢 是一个保健五 但是呢 他手上是拿着两把保健的 这个意思就有点像是说 在这样子被背叛的状况 或不尽理想 或你觉得好像好心被雷金 这种 好心好雷金的这种感觉 或者是 就是你付出没有得到 就是对方的这种欣赏 我个人会感觉呢 你可能会愿意 某部分的双子做配 你是会愿意离开 或者是呢 嗯 怎么说呢 你会离开 但是我觉得是很小这种讯息 因为我觉得会这样子帮他的这个 对不起 我刚刚可能讲的射手座 会这样帮他的双子做配 我觉得你就是很善良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 哎 我会有点 嗯 怎么说呢 这个人有点像是欺负你 我在这样讲 我就不喜欢他欺负你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有点欺负你的感觉 就是欺负你善良 欺负你愿意多帮他 欺负你就是不计较 我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某部分 极小众 我个人感觉 极小众的双子做配 你是会选择离开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双子做的朋友们 我刚刚读我又不想讲错 星座请原谅我 就是我会觉得某部分双子做的朋友们 你会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会有一种 嗯 我不能讲你别无选择 你是有选择的 但是你的状况会有点像是说 哎呀 大家都同事一场 帮他又怎么样 帮他他做的快一点 那我这边流程就可以快一点 我总觉得那边有一个什么小东西 是有一个环环相扣的原因在里面 所以面子是说呢 你可能要嘛 得帮他 或者是不能拒绝他 或者是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只好你也就埋头骨骂 那去去去就是协助他 类似像这样 所以在这样过去的这个状态当中呢 呃我个人会感觉哈 你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呃我会觉得 有点像一个卫爆蛋在这里 我的感觉这个能量场 有点像一个卫爆蛋 因为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是权杖7 抽到是权杖骑士 还有抽到这个是前臂5 ok好 这个权杖7跟权杖骑士 加起来其实是权杖8的 权杖8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没有针对你这个 前臂5的这一个弱点 也就是说你的好心 你的善良 你被利用的部分 去做出任何行动捍卫上面的改变 就是来到现阶段能量场还没有 好那这边当然我们先不要管它什么因素 但是你就去思考一下 这边事情发生来到这边 你暂时还没有任何其他太大的动作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僧侣 他拿着一个权杖 在打这两支权杖 ok好 然后这个权杖骑士 他正在看我的权杖赏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你注意看 这个很像是一个 就是老婆婆好像在路边骑讨 说来吧给我吧 你也不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这个人他不是拿 你看他手不是拿 就是要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人是以为你取之不解 用之不尽是啥 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这能量场我乱乱乱乱乱 这个人 这个人 有点怪怪的 所以我觉得 也是正因为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你看 这个权杖三加这个权杖骑士 象征的是权杖四 所以这三支权杖加这个权杖之后 变权杖四之后 就是代表说 你因为这个跟你交手相关证换人数 不断讨 不断药 不断请你去协助他 或不断的去拿你的弱点 拿你的善良 而导致于你的根基开始晃动起来了 OK 还有我觉得因为你也不行动 这个根基晃动的就会更加的厉害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人不仅会来拿会来讨 他这边还有三个钱币 他会紧紧抓着你说 哎呀 是那个松子座片 你人睡好了 你来帮我这个忙 你来跟我合作一下 你就接受这一次的条件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人有点得罪 我刚刚为什么会讲的比较狠 说他得寸进尺 好像有点那个软土 他就这样一直挖挖挖挖挖 好像就是怎样 当挖土机挖下去 是不是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边偶尔人听双子座片们 不是很高兴 所以来到这边 你的挑战牌卡就是judgment OK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应该是非常小说双子座片们 你是属于很善良的 你是属于那种不计较的 或者是你觉得没关系的 我个人会感觉 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要去辨别 你要直接去跟这个人做出这个行动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你有一个挂碍 就是我没有办法说他是一个坏人 我没有办法像Jane一样 说他是一个得寸进尺的人 我没有办法说 他是一个怎么样很坏的同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就是这个judgment 你不敢去说别人的坏话 你可能害怕别人会怎么样看你 或者是这个坏话 传到他的耳里之后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做出这个行动之后 别人会给你什么样不好的评价 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在这两到三座 所遇到的挑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去想一下 松子之后的朋友们 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只有让你给别人有机会的时候 他才有机会欺负你 你要给别人机会才行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状况 你抽到是圣被7 抽到这个是圣被3 然后抽到这个是吊人牌卡 你瞬间看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开始在思考的完了完了完了 我真的去讲说这个人 你怎么可以得寸进尺 你怎么可以练我的善良 连卷都这么说 就这样子 或者是这个你讲他的坏话 你心里不爽 可能跟其他同事抱怨一下 传到他的耳里了 你就会开始在那边紧张 我先跟你讲你不要紧张 你在那边紧张说完了完了 这个合作会不会不好 完了完了会不会被排挤 完了完了 这工作会不会不保 我个人会感觉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边是一个圣被7 这边是一个圣被3 加起来是圣被10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假设好了 假设好了 你要这个跟你交手 相关军官人数 世界梦想护目标的话 他要持续进行下去 应该要有一个正向的圣被3 而不是在一个很不健康的状况 里面的圣被7 还有一点 这个圣被3加上手上的圣被1 象征的是圣被4 你要去搞清楚 这个人端来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才会造成你们合作的结果 这是要特别提醒 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的原因 然后你还有一张牌卡在这边吊人牌 我个人会感觉这张吊人牌吊在这边 就是要请你去思考 这件事情到底为你在整个状况当中 你可能被影响被停滞的状态是什么 比如说你因为帮他 所以你自己的案子做不完 比如说你把钱借他 结果你自己的贷款就还不了 这就很奇怪了 本末倒置了 你懂什么 这个要请你倒过来想 就是请你去想 哪些地方是有点本末倒置的 莫名其妙了 结果你把钱借给人家 但你下个月有房贷要脚 结果你自己脚不出来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该讨债就讨债 我这边是开个玩笑 所以来到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未来事件是权杖三 这个权杖三 我个人认为 我觉得你在未来会更加清楚 通过这边的思考 通过这边的挑战之后 我觉得你权杖骑士 这支权杖 你已经开始拿在你自己的手上 你很清楚 接下来你应该要朝向哪一个方向 你到底该怎么做 不管你去做了这个挑战 你做了什么样的这些决定 或者是这个行为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带领你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宇宙验珍牌卡 松子座各位小杰八 你们这一次的牌卡怎么这么特别 但是我觉得 我跟你讲 那个双子座的朋友是很聪明 但有时候就是 我不会觉得天真 我会觉得你们就是人很好 就人太好了 然后有时候就会被欺负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很聪明 人很善良 但有时候就是 我认识一些双子座 真的就是会被别人欺负 有时候在旁边我都会觉得说 奇怪 双子座怎么会被别人这样吃狗狗 OK 好来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宇宙验珍牌卡 来 在过去你的量场当中 你抽到是钱币骑士 OK 钱币骑士你注意看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钱币 这个可以把它当做是钱币一 OK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钱币一 这边有三个狗狗 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我会觉得这个人是来瞄准你的 OK 双子座的朋友们很棒 工作能力很强 哎呀 一定会为我承担这些 哎呀 他绝对不会还嘴 好了 那我就这样子瞄准他 你不会啥 所以这个人在瞄准你之后 我告诉你 这个钱币是要你去付出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 这个钱币 其实就是你手上的这颗苹果 你要去想 你把这个钱币给这个人 这个人到底是 在你身上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人到底瞄定什么 你到底符合他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他会来找你合作 所以他会来 比如说找你帮忙 OK 你身上一定有他想要的 不然他干嘛打勾勾 你懂我意思 可是你这个钱币要怎么样给他 我觉得这个你要思考一下 因为他就是因为打勾勾 所以他心花怒放 他很开心 他就瞄准 就是你 OK 你注意看他头上的这个角角 很像恶魔的角角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其实你很幸运 你旁边可能有人提醒你 有的同事可能会劝说你 有的亲朋好友或青梅竹马 或者是你的闺蜜都会说 不要跟这个人交往 我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我觉得其实你是在过去状况当中 应该是有机会踩刹车的 OK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钱币5 来你注意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钱币5验证钱币5 其实你们两个人要共创钱币10 但是前提是这个人一直拿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他一直拿一直拿 一直给一直给 那你永远都不会填满 也不会涨到钱币10 你懂我意思啊 这个人一直拿 这个人一直拿 你就一直给他 你就一直给他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这个钱币5加钱币在这里 应该加起来是钱币6 应该是要个和平对等的合作状态 但是如果假设这个人一直都没有 都显现出我要拿 我要拿 我要拿 我告诉你 这个大洞啊 你在怎么补啊 都补不满的 就是这个钱币5的状态 OK 而且你看到 这个钱币5你在海里游泳 你会感觉到很心寒的 OK 所以在这个挑战排卡的部分 你抽到是保健2 OK 这个保健2 其实说实在 你这个保健就是这里的保健2 OK 我刚才会感觉 我刚才有讲 小众的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 比较聪明伶俐 比较狠 脚底抹油流比较快的 你就会直接再见了 所以这边是要给留下来的 那一批的双子座的朋友们 OK 来 这个保健2 其实是要告诉你 已经来到一个关口了 是非 对不起 大舌头 每次讲这个双子座就变大舌头 是非黑白要分明 这是一个交叉路口 OK 你不能在是非不分明 继续走向这一条路 那这样子 这边有两只狗狗 这个象征的意思说 你看你睁一只扁 睁一只扁 对不起 上次我朋友们 各位小结巴 请原谅我 来 你看你睁一只眼 给我闭一只眼 你什么东西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行 这个人就是哪里有鬼 事有蹊跷 你就是要把他张开眼 去把他看出来 这边有两只狗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为你自己 做出一个最忠诚的选择 OK 你不要害怕 你去讲这件事情 去讨伐这件事情 去说出这件事情 别人会怎么看你 别人会不会讨厌你 别人会不会排击你 你要去想 你不能用这种方法 去讨好别人 你不能用这种方法 去害怕 因为害怕别人排击你 所以你就 你就继续这样说 让他能够有机可乘 我个人会感觉 这是一个是非分明 权责要划清的一个阶段 OK 所以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你抽到的这个是命运之轮 还有来来来 各位观众朋友 来 你抽到的是命运之轮 跟世界排卡 OK 这个意思就是要告诉你 唯有当你愿意伸出手 去推动这个命运之轮 你才会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讲了 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 你势必务必要去搞清楚 粉末导致的地方在哪里 该给的 或者是不该给的 或者是这个人到底端什么来给你 你必须要搞清楚 因为一旦你接受这一个圣杯 意思就是说 一旦你接受这人圣杯 接受他的要求 或接受他对你这些不合理的这种 我不知道 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那你的世界就会变这样子 因为你要跟着他去走 你的状况就会跟着他想要其他方向去走 所以你要想办法去推动你的命运 去创造你自己的世界才行 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引来的事件 是这个权杖3 这边又抽到吊人牌卡 OK 来 你也吊人牌卡 重复验证力的吊人牌卡 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 你本末导致的事情 你要重新做一个修正 来到未来 本末导致的事情 请不要持续进行 你要离开这个本末导致 你是往这边走的 你要离开这个本末导致的状况 不要再把你自己的船卡在这里 你要往这个城堡方向走 你要去创造你的世界 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城堡 就是你要去创造这个世界 那你就不要在这边卡住 你不要闻末导致也不要因为帮了自己 结果没有固执 就是帮了别人没有护着自己 这样子就真的太奇怪了 好不好 双子座的朋友们 OK好 来最后我们来抽一张天使跟宇宙 有没有额外的补充讯息 给我们这个双子座的朋友们 好来 双子座的朋友们 你来看一下 好来 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 这张牌卡就是请你接受天堂的协助 我跟你说了 你这边有天使 你身边一定有像天使般的朋友 闺蜜 兄弟 贵人 一定有在劝缩过你 OK 但是你可能没有敞开心胸去接受 OK 你在现阶段的那场 没关系 我们先不要讲过去 过去就过去 也没办法挽救了 但是你曾经要求你需要帮忙 OK 但是你必须要伸出双手来 OK 如果假设你身边人有给你一些意见 有给你一些看法 有给你一些不错的做法 那我觉得你要去参考 不然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你跟老天爷许愿 你跟宇宙许愿 然后你跟旁边的人讨论这些问题 但是你没有实际的作为 你没有付出行动 你没有去接受他们的建议 那说实在来 这就是白忙一场 白谈 你就是白谈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 如果假设你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勇敢的去向你身边的人 信任的人 你觉得可以谈的人 去要求他们给你一些意见 给你一些帮助 我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没有力量 找一个人来帮你 就拉你一把 能够让你从这个状况当中离开 让你能够好好的去处理它 好吧 双子座的朋友们 OK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要给双子座小结巴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盖解读 别量我 每次在你的排盖解读当中 都会稍微偶尔结巴一下 好吧 OK 那我希望呢 这些讯息呢 可以协助我们双子座的朋友们 有勇气 也勇敢的 去做一个改变 好吗 非常感谢双子座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盖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